暗恋江旺的第二年 他跟我妹妹在一起了 妹妹告诉他 是我害他摔断了腿 为此江旺带人霸凌我 甚至将烟头碾在我小腿上 漫不经心的威胁道 下次再敢当着细细的面穿裙子 我只能当众让人给你扒下来 听明白了吗 更让我们想到的是 他会一边霸凌我 一边喜欢上我 甚至病态的想把我去为己有 为了摆脱江旺 我在得知 季兄正在挑选联姻对象后 推开了他的房门 深夜 他抵住我的唇 斯文下暗藏狠利 知道招惹我的后果吗 千千提醒您 证文开始了 江旺在得知同系学长 在女请楼下对我公开表白后 特意派了三个体育生 把他请来了酒吧 江旺坐在我旁边的卡座上 轻咬着烟 眉眼慵懒 语气咸咸 听说他给你告白了 答应了吗 我沉默着没说话 他不慎在意的一笑 倒了一杯酒起身 走到学长面前 我呢 给你个机会 江旺将手中的酒杯递到他面前 轻抬了下眉 这酒里加了东西 你给他灌下去 今晚他就是你的 楼上的房间也让人给你开好了 我脸色苍白地盯着他 肩膀被两个女生压着肩膀 动弹不得 学长压抑的怒火 在此刻爆发 你他妈有病吧 周围几个江旺的人 上前两步就要动手 被他抬手拦下 江旺轻笑了声 垂眸看着把玩在手中的酒杯 不紧不慢道 他不喝可以 但我这酒不能白倒 江旺态度依旧吊铃铛 但下一秒 他猛地抬手 摁住学长的脖子 将他压到酒杯面前 要么你喝 喝完陪我几个哥们玩完 我不懂江旺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或许只是他心想出的整我方式 学长紧抿着唇 愤恨地盯着江旺 进而偏头看了我一眼 沉默两秒后 毫不犹豫接过酒杯 就要往嘴里灌 一时间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挣脱出两个人的桎骨 跑过去伸手打翻了那杯酒 江旺 我挡在学长前面 不要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来 他凝视着我 缓缓连起笑 墨地圈住我的手腕 将我扯到他身前 再朝着学长当胸一脚 将他直接踹倒在地 嗓音是依旧的散漫 这么维护他呀 江旺周身的空气都冷了几分 隐隐浮动着暴力因子 使人不安 疏然 他将我摁倒在学长面前 学长下意识扶了我一把 江旺居高临下地看着 赶天动地 他视线落在学长扶我的胳膊上 这么喜欢他 就上了他呀 江旺让他的人将我们围在周围 全拿出手机 是你们自己来 还是我让人帮你们 我慌张后退的时候 手压在刚砸碎的玻璃上 青丝了一声 学长注意到 立刻将我拉开 在他手碰上我另一条胳膊时 江旺忽然爆发 狠力地将我扯进怀里 扔开学长的手 看向所有人 都滚出去 在包厢内只剩我们两人时 他将我抵在沙发上 洛书 再问你一遍 江旺垂着眼 声音放得很轻 答应他告白了吗 他的手有一搭没一搭地 扶着我的脖梗 像是随时可以发力掐索 我似乎终于抓住 那条若有若无的线 找到了江旺忽然发怒的源头 跟你有关系吗 江旺手停了一瞬 继而扶上我的耳垂 眼底有病态的柔和 不是说 他缓缓问出声 只喜欢我吗 我彻底反应过来 江旺这个死变态 在霸凌我的第三个月 喜欢上我了 我压下刚扶上心头的不寒而立 平静地对上他的视线 江旺 我早就不喜欢你了 我告诉过你的 三个月前 江旺买通了我室友 室友把我曾在大一写过的 暗恋江旺的日记 偷出来给了他 江旺特意选择开全系大会的时候 让广播站的人 一字不落地读给全校听 大教室里议论声四起 卧槽这洛书谁啊 这算当众对旺哥表白吧 你小点声 洛书就坐在前面 三班的 我慌乱到手足无措 起身就想往广播站跑 但被我妹妹洛西和江旺堵住去路 洛西坐在轮椅上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姐 江旺是我男朋友 她将下唇咬得血红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你把我从楼梯口推下去 害得我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为了跟我抢江旺吗 这次的全系大会 几乎所有人都来了 此起彼伏的议论声 几乎要将我淹没 卧槽卧槽什么情况 这女的要抢她妹妹的男朋友 我靠神经病吧 有清洁地表示 这女的非常不是东西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思绪堪比打劫的麻绳混乱 张了张嘴 刚想开口解释 但江旺没给我这个机会 妹残疾了 我就能看上你了吧 那时的我太在乎 别人对我的看法 强忍着难堪和委屈 竭力向众人解释 不是 那是我很早之前写的 我现在对江旺没有任何想法 洛西也不是我推的 我一遍遍重复 但始终没人听进去 我说了什么 那天之后 我成了全系最具有话题度的人 也成了校园墙上最见的姐姐 散会后 是有特意将我拦下 抿了抿她心图的唇幼 若有歧视里带着浅浅轻蔑 哦对了 江旺让我告诉你一声 这一切是她故意安排的 为的就是让你当众出仇 下不来台 她歪头 跟我拜了伴手 拜拜 我去酒吧了 那天回寝室的路上 迎面而来的风 都似乎裹挟着无尽恶意 零食般打在我身上 思绪回笼 将往注视着我 一言不发 显然也是想起来了三个月前的事 当我以为她会恼羞成怒时 她末地放开了我 她直起身 垂眼时看不出任何情绪 但唇边牵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那很好 被你这种长相寡淡 毫无特点 还心思恶毒的人喜欢 她慢声 一字一句道 真的挺恶心的 周五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一推开门 就听到洛西的叫笑声 妈妈 帮我跟哥哥说 谢谢她送我的礼物 我很喜欢 洛西坐在轮椅上 对宋陌尘的妈妈卖乖讨好 宋妈妈带着宋陌尘进门第一天 她就改了口 宋母淡笑一声 没接话 洛西看向我 有意无意地展示着自己脖子上的项链 姐 墨尘哥哥回国了 这是哥哥送我的项链 漂不漂亮 说着 她往旁边另外两个包装盒看了一眼 故作为难道 但是我看了眼 好像没有给你带礼物哎 我提不起力气 回应她幼稚的伎俩 只是对宋母微微汗手 阿姨 她点点头 温声道 墨尘给你的礼物 她派专人送进你房间了 我点点头 小声到了巨蟹 洛西正住 放平得意的嘴角 姐姐也有吗 是什么呀 宋母态度不冷不热 好像是衣服 对了兮兮 你这个项链 其实是墨尘给小叔买礼物的时候 送个赠品 她大笑着正开洛西抱她的手臂 我还要去给墨尘挑选相亲对象 你自己推自己回去哈 说完留下一脸菜色的洛西 离开了 在拐角处 我回头 刚好看到宋母翻了一个惊天大白眼 我莫名的笑出了声 好像这一段时间积压的负面情绪 在此刻感到些许消散 原来 还是有人能看得出来 洛西的茶和虚伪的 宋沃尘送了我一条银白色的吊带连衣裙 布料在灯光下看起来流光异彩 价值非凡 周一刚好是我生日 我给自己编了一个锤儿托公主头 换上宋沃尘送我的裙子 去了学校 心里暗自祈祷 起码今天 将往不要找事 然而事与愿违 周一第一节就是全系一起上的大课 我刚踏进教室 低呼声四起 这 这不三班 那谁吗 怎么打扮一下 就这么好看的吗 别管她以前有什么瓜了 我要追她 说动就动 我要去年纪群里加她微信了 谁也拦不住我 我没理会这些议论 抬眸时 意外对上将往阴沉幽暗的目光 而洛西坐在将往旁边 视线却落在我露在外面的小腿上 面无表情 却又一眼不眨 傍晚上完最后一节课 我给自己订的小蛋糕也到了 出校门拿到外卖 转身却被将往带着人堵住 我又得罪你了吗 我紧紧握着手中蛋糕上的丝带 为什么 我的生日也要毁掉呢 一旁的女生吃笑了一声 放什么屁呢 说完直接朝我走过来 在她试图扔开我蛋糕时 我后退避开了 她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便直接上手来推我 我打开她的手 指示着她 别碰我 被霸凌的三个月内 我在起初不是没有反抗过 但这样只会惹怒将往 遭受更惨烈频繁的折磨 为了规避风险 他们很少会在我身上弄出严重的伤口 让警察介入变成一种极低概率的事 更多的是 没有尽头的捉弄 恶劣的玩笑 女生愣愣地看着自己泛红的手背 惊讶地笑出了声 我靠你牛逼啊 将往抬手挠了下眉头 像是在压制着不耐烦 她淡淡地腻着我 你要是喜欢还手 我就让他们陪你打一会儿 怎么样 我分神之际 那女生突然扯过我的蛋糕 扔到一边 抬腿踹向我的膝盖 重心不稳 我摔倒在地上 正正地看着不远处的蛋糕 上面生日快乐的快乐两个字 已经被奶油呼住 彻底看不清了 将往走到我面前 蹲下点了根烟 你信马洛书 她自嘲地扯了扯唇 我曾经真的动摇过 也许不是你推的兮兮 我抬起头 却又听到她鄙夷的口吻 经过今天这一遭呢 我也算是确信了 她笑意寒凉 将指尖明烈的烟头 直接摁在我小腿上 你还真他妈是个四处惹眼的见惑啊 我痛呼出声 却因为被两个人摁住肩膀 完全挣扎不开 洛西此时被人推着从暗处走出来 与白天的面无表情不同 你对我有过一丝愧疚吗 你不仅没有 你还在向我卖弄 你有双肩拳细长的腿 我疼得脸色惨白 额上不满细汗 缓了好久才 时钝地反应过来她的意思 我不该在她这个残疾人面前穿裙子 今天我刺激到她了 洛西眼眶红红的 抬眼祈求地看向江望 我还是很难过 江望任由她拉住自己的手 那你还想干什么 她把受害者姿态维持得很好 江望 刚才不是只烫了姐姐的左腿吗 江望治了一瞬 没回答 我拼命摆脱智国往后躲 哽咽解释 不是我 我从来没有推过她 但只是徒劳无功 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江望沉默了半分钟后 又点了根烟走向我 我的双腿在泥地里来回挣扎 做着最后努力 江望 真的不是我 我再也不穿裙子了好吗 别过来 跟着教程清新学的编发早已散开 凌乱地站在脸上 我整个人狼狈不堪 江望蹲在我面前 锤也没有看我 洛书 这是你应得的 她声音低哑 手颤了下 才朝我的右腿摁了下去 语气不带一丝情绪 记住了吗 洛书 再敢当着细细的面穿裙子 下次我会直接让人给你扒下来 一直稚固我的手终于松开 我脱力倒下 两条腿不住静挛 却又似乎痛过了劲 费力抬起眼 我看见 洛书离开前 辟腻的目光里 是来自胜利者的嘲讽 所有人离开后 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昏沉 彻底腾晕过去前 似乎有人把我抱了起来 最后我是在医务室的病床上醒来的 意外的是 许久不见的宋沃晨正守在我旁边 哥 我坐起身时 不小心碰到腿上刚被包扎好的伤口 疼得皱了下眉 宋沃晨单手捞过我的腿窝 横抱着我起身 直到我稳稳地靠坐起来 他才退开 洛书 他落在我伤口处的目光冷如冰霜 凉凉地清扯了下唇 被欺负成这样 不知道跟我说 你他妈当我是死的 积压许久的委屈在此刻决堤 像是无声的对峙 我低下头 眼泪沉默滚落 半晌 宋沃晨妥协般 低声跟我道歉 轻抬起我的下巴 指负擦去我的眼泪 别哭 医务室的门就是这时被推开的 你是什么人 江望阴悟着神情 站在门口 宋沃晨对上他的视线 许久才倾笑了下 洛书的未婚夫 也是 他慢条丝里地扯下领带 一圈一圈缓慢地绕在手腕上 打算整死你的人 话音落下的同时 宋沃晨扯过江望的领子 不遗余力地给了他一圈 江望嘴角一出血 魂不在意笑笑 我怎么不知道 他有什么狗屁未婚夫 他抬手蹭了下嘴角 依旧目中无人 洛书 你没告诉这个香巴佬 这所学校跟我姓江吗 你就不怕我弄死你这未婚夫吗 啊 宋沃晨闻言松开了他 但立刻又进来几个 西装笔挺的保镖 摁住江望 宋沃晨将我抱到 靠窗那边的沙发上坐着 打开窗户 走回去点了根烟 他后已在病床边沿 于烟雾中懒散抬眼 小朋友 我替你老子管教管教你 宋沃晨手拎着烟 走近他 猝不及防抬手 将泯灭的烟心 瞬间压向江望的眼睛 在距离几里米的地方 堪堪停下 江望下意识闭上眼 后撤躲了一下 宋沃晨省笑了下 损惑 江望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 眼神变得凶狠 你他妈到底是谁 宋沃晨无意在跟他纠缠 只对保镖吩咐 人别打残了就成 其他的你们随意 顺便派人去告诉江董医生 就说他管不好儿子 我帮他管了 让他明天带着儿子 来当面认我这个干爹 宋沃晨碾灭了烟 避开我的伤口 将我抱起来离开 路过江望时 他红着眼紧紧盯着我 洛书 你跟他走一个试试 你忘了反抗我的下场了吗 给我回来 宋沃晨脚步未停 直到江望的声音传来 你未婚夫知道你喜欢我吗 男人停住 微偏了下头 对身后的保镖说 我想了想 还是 他笑着 漫不经心说道 往死里打 车内空间狭小 宋沃晨从驾驶位俯身 靠过来帮我系安全带 系好后 手依旧撑在我的座位边 目光锁住我 语气毫无波澜 你喜欢的就是这种货色 呼吸交融的距离 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我轻声否认 我很早之前就不喜欢他了 宋沃晨眉眼间的情绪似有缓和 但距离并未拉开 我局错的找话题 哥 你刚才不该说是我未婚夫的 宋沃晨笑着反问 为什么 因为他喜欢你 我征中的看着他眨了眨眼 没想到他能立刻看出来 反应片刻才缓慢地点点头 我听爸爸说 在本市没有人敢惹江家 你已经帮了 我很多了 我不想再让你为了我得罪人 宋沃晨眼里闪烁着不可一世的嚣张 但和江望的莽撞目空一切不同 他掌握着绝对的胜率 有自意的资本才会开口 回去纠正你爸爸 这句话该改了 现在是 在本市 没人敢再惹罗叔 四目相对 我明确感到 有一种不明不白的情绪 在这有限的空间内蔓延 他使得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刚想说什么 被误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 宋沃晨点了下中控台的屏幕 电话对面的声音 顺着车在蓝牙清晰响起 莫晨哥哥 听妈妈说你今天要回家了 洛西嗓音较软 你大概几点到家呀 我和爸爸妈妈 等你一家人一起吃饭 宋沃晨无声勾勒勾唇 他依旧将我困在他和座椅之间 边帮我调整安全带边 压低声音道 你这瘸子妹妹 手段也够低级的呀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我亲妹 她终于只起身 启动车子 才慢悠悠开口 明知故问 洛西 电话那端的洛西连连应声 哥哥 你居然能听出我的声音 宋沃晨拖着枪调 N了一声 然后把手机递给我 毫不避讳的轻蔑口吻 当我把这个号码拉黑 我开车不方便 哪来的猫狗都能跟我攀亲戚 电话还没挂断 但对面已经鸦雀无声 我能想象到 洛西此时实话到了什么地步 这么想着 也不由得敏唇笑了一下 我本来没打算 今天在宋沃晨的接风宴上 找洛西的麻烦 但洛西的犯件程度 再次刷新我的认知 宋沃晨在门口给我放下来 独自去停车 我解锁后 刚推开门的一道缝 便清楚地听见洛西 刻意撒娇的声音 妈妈 你说哥哥怎么能说 我是故意攀亲戚 我是真的觉得 你对我比我亲妈 对我还要好 我冷冷勾起的唇 在听到她下一句话的时候 彻底僵住 见送母没回应她 她不由得有些交集 于是开始口不择言 如果不是我妈去世的早 我也不会遇到 您这么好的人 不知道母亲 还可以这么温柔 幸好她 幸好什么 我一把推开门 目光笔直地看向洛西 她磕巴了下 眼神飘忽 姐 你 你回来了 我走过去 俯视着她 语气平静 我在问你 幸好什么 洛西心虚地扯出个僵硬的笑 转移话题 没什么呀 对了 你知道吗 墨诚哥哥今天要回 我抄起手边最近的水杯 发狠地砸向她的头 送母默默起身远离 啊 我对洛西的惨叫声无动于衷 上去扯着她头发 将她从轮椅上扯下来 洛书 你他妈疯了 你想死是不是 快放开我 我听不进去任何话 摁着洛西的头往地上撞 你去炎富士 自己不要连我懒得管 说着 我又高高扯起她的头皮 但你为了攀附 连最爱你的人都能说出 幸好死了四个字 我荒唐地笑出了声 注视着洛书红肿带血的额头 再次毫不犹豫地摁着砸向地面 畜生不如 爸爸从书房出来 刚好看到这一幕 冷声呵斥 小书 快放开嘻嘻 你要打死你妹妹吗 见我充耳不闻 她大步朝着我走过来 再碰到我前一瞬 被冷眼旁观 许久的宋默成挥开了手 让她打 她挡在我身前 生人物尽的态度 妹妹联合外人 霸凌姐姐的时候 视而不见 现在好像 也没什么资格来装慈腹 爸爸被说的脸通红 念如半天却无法反驳 我是跟爸爸说过 被排挤欺负的似的 但她在听到对方是将往后 便只是劝我忍耐 甚至还会把问题归咎到我身上 小书 你也知道 你妹妹自从腿受伤后 脾气就不太好 你作为姐姐 也该忍让忍让 况且你妹妹也没说错 人将往是你妹妹男朋友 你在她来家里的那天 突然打扮那么好看 不怪你妹妹多想 即便我跟她解释无数遍 那天我本来就和朋友 约好了要出门 跟将往没关系 她也听不进去 顾左幼儿言她 宋母顶着一言难尽的神情 拎着爸爸的后铃 往卧室拽 快走吧你 跟有病似的 在洛西连求饶声都断断续续 变得奄奄一息的时候 我终于扔开了面目全非的她 宋过程伴坐在沙发的扶手上 拿着手机回邮件 她头也不抬的走了过来 打完了 我治了片刻 才小幅度点了下头 抱歉 毁了你的接风宴 宋过程按下三个键 收起手机 去收拾一下 带你出去过生日 哇 这一声 没反应过来 她神色冷嘲 总不能让这群混账 毁了你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直到站在花洒下 我才察觉出来不同 宋过程似乎对我太好了一点 大概率在洛西的衬托下 她觉得我是个正常人 看不过眼我被欺负而已 显然 洛西也是这么想的 她顶了一张肿到看不见五官的脸 不甘的来我房间挑衅我 喂 通知你一件事 江望刚才给我打电话说 要跟我求婚了 我点点头 擦着半竿的头发 祝你一胎六个 洛西无味的耸了耸肩 语气欢快 随你现在怎么嘚瑟 莫承哥很快也会找到联姻对象结婚 看他还能保得了你多久呢 而我不一样 江望会是我一辈子的靠山 他操控着轮椅 在我面前停下 指示着我 笑意不打眼底 甚至隐隐透着恶毒的寒光 今天你狗障人士的行为 我迟早会一点一滴报复回来 距离我毕业还有一年半 江家即将成为他永久的倚仗 而我不确定因素太多 但我依旧维持着表面平静 意思就是 我在宋沃尘结婚前 可以随便打你是吗 说着我又仰起了巴掌 洛西吓得一颤 却依旧强撑了气势 杨声道 你再感动我一下试试 扮演的房门此时被敲响 我已经看到宋沃尘的衣角 披上外套后才轻声道 哥 可以进来的 宋沃尘推开门 站在门口 男人的白衬扣子松散了一颗 袖子也挽到小臂处 他单手抄在裤袋里 刚好露出腕表 整个人显得慵懒又金贵 他似笑非笑地对上洛西的眼睛 抬手屈指敲了敲门板 麻烦搞搞清楚 我未婚妻已经定下来了 不知道吗 洛西和我都是一正 我隐隐感觉到什么 下意识插话 是谁 你 宋沃尘语气纵容 战校显得有些心虚 但满面红光掩盖不住 爸看莫辰对你那么好 就替你做决定 把你嫁给他了 你说什么 是房间外的另一道声音 是江望 洛西像是终于找到靠山 操控着轮椅到江望面前 对着大家宣布 江望今晚过来 是来和爸爸商量 和我订婚事宜的 我看过去 不欺然对上江望灰色的毛子 他不回应洛西的话 和父亲的谄媚 只是偏执地凝视着我 就像是期待着我的反应 但很快 就被洛西和父亲 拉走去书房了 人都走后 我没想到 宋沃晨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抱歉 他说 没想和父亲逼着我嫁给他 但是父亲本来已经给我物色好 联姻对象了 是个婚宿不计的二十组 我听后并不意外 对此早有准备 宋沃晨眼底 隐隐压着不安的情绪 我急忙慌张地安慰他 说话就失了条理性 哥 我没有生气 我去牵他的手 我本来就喜欢你的 空气凝滞 宋沃晨瞭眼看向我 不对 不是那个喜欢的意思 就是好人啊 觉得你是好人 而喜欢你的喜欢啊 我内心狂笑 但却因为更加慌乱 解释不出一个字 因为INFP要碎掉了 宋沃晨嘴角 酿起轻浅的弧度 拖着 声音哑哩声 一副原来如此的模样 我尴尬到浑身发麻 宋沃晨笑意变得轻飘 见他还有要开口的意思 我立刻点起脚台手 捂住他的下半张脸 别说了 我一字一句强调 什么都别说 宋沃晨单手摁住我的腰 上提 我不由地放手 转而攀住他的肩 离他的脸更近了些 宋沃晨此时 多了思玩世不公的风流气 怎么还没结婚 就随便对我动手动脚呢 我没有 他听不进去我的狡辩 动作斯文 但不容拒绝地将我抵在门上 今天就敢用手握我的嘴 明天是不是就敢用别的地方 堵我的嘴 男人放在我肩头的手 缓慢上滑至我耳锤 像是忽然偏爱上了我的耳锤 饶有兴致地拨弄容捏 哥 我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的 你在干什么 宋沃晨恩了一声 依旧离我离得很近 只准你摸我 不准我摸回去 我认为这句话有奇异 但也找不到反驳的点 不知过去了多久 宋沃晨的呼吸似乎沉了许多 他终于捏了下眉心 放开了我 重新给你买了衣服 我让人现在送上来 换好衣服再出来 那点以你气息随着烹的一身关门 也逐渐消散 宋沃晨派人送来的新裙子 是奶油黄色的 款式上最大的区别 是背后腰肌处是 横着裸露的一小片 上衣就像是陆其妆 下半部分略短 胃过膝盖 我这次在换好下楼的时候 洛西又摔了筷子 他们四人正吃着饭 只有宋沃晨在悬棺等我 爸爸你看 姐姐又穿裙子 洛西死咬着唇 眼里的急恨 恨不得将我撕碎 我明明是因为姐姐 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她怎么可以这么无动于衷 没有一点羞耻心 将往垂眼看到 我小腿两边的纱布时 像是被烫到一样 挪开了视线 爸爸为难地看着我 宋沃晨忽然不紧不慢地出声 所以 你没有告诉他们 你妹妹的残疾 跟你没有关系吗 习以为常的麻木 在此刻坍塌 就像是遭遇了一整天的不幸 本来都自我调节好情绪时 有人忽然来关心了 你一句一样难挨 我回头眼眶泛红地 看向宋沃晨 我说了 我说了好多次 但没有人信我 当时家里没有监控 只有保姆看到了 是洛西自己摔下去的 但保姆被洛西手买了 做了伪证 我有尝试过跟她沟通 你明明看到了 不是我推的 麻烦你跟大家说句实话吧 洛西给你多少钱 我翻倍给你 还不行吗 但她只是一再推剧 似乎害怕我录音 也根本不承认 你在说什么呢 小叔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我要是真的听你的 说了假话 那江家那位少爷 也不会放我的呀 我静了一瞬 不再执着 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因为洛西背后是江旺 所以她不敢站出来 为了一件跟她无关的事 以正义之名得罪洛西 难保洛西不会恼羞成怒 让江旺出手 而我也的确保不住她 餐桌上的四人脸色微变 江旺豁然推开椅子 起身 荒唐一笑 保姆亲眼看到她推的洛西 你要帮她无底线的狡辩 她转而看向我 眼里肩满是不屑 你现在喜欢的就是这种人 只要对你好 无论你对或错都无条件接受 她颇为好笑地腻着我 有意思吗 洛书 你就这么缺爱 宋沃尘吃笑一声 又要朝着江旺走过去 我拉住她的袖子 无拨无拦地回视江旺 起码我不会喜欢霸凌我的人 不是吗 江旺手站立地抖了下 碰摔了一旁的杯子 清脆的碎裂声 打破即将胶着起的气氛 宋沃尘冲一旁坐立不安的保姆 扬了扬下巴 她才站出来 闪躲地瞧了神情紧绷的洛西一眼 开始解释 她将洛西收买她的聊天记录摆出来 倒洗刷我的清白 不过短短三分钟 而我却因此遭受了围期三个月 却比三年还要难熬的霸凌 只有宋母在澄清此事后 真心为我欣喜 明里暗里讽刺了洛西好几句 其他三人面色各异 一言不发 距离我生日结束还有五个小时 我不想浪费时间 看他们抵死辩解或者悔悟 揪着宋沃尘的袖子 暂时离开了这个让人窒息的家 所有糟心的事和负面情绪 被杂融成一个团 被宋沃尘帮我扔了出去 久违的放松 让我在不知不觉间 喝了三大杯酒 酒精上头道 让我都有些数不清 逝者推来的生日蛋糕是几层的 宋沃尘把这个空中餐厅包了场 挥退所有服务身后 我的手机不合时宜响起 我迟钝到没认出这是僵望的电话 就手笔脑子快地摁下接听 洛书 我和洛西分手了 一句话听得我云里雾里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餐厅空旷安静 不用开免提 宋沃尘也能听到 他从身后拥住我 看了眼蛋糕 低声问我 喜不喜欢 我选择先回答宋沃尘 喜欢的 宋沃尘忽量问题好多 指着蛋糕继续问 大马 我还是点头 很大 江望嗓音忽然沉了下来 你们在干什么 宋沃尘在我打算回答的时候 捂住我的嘴 靠在我的耳边 亲吻了一下 嘘 宝贝 别告诉他 身后的男人又哄的口吻里 掺杂了些许蛊惑人心的密钥 我一步一步走进他的圈套里 顺从的没有告诉江望 他的气息变得急促许多 洛书 我在问你话 啊 这个凡人精没有宋沃尘温柔 男人夸了我一句 好乖 声音没有刻意压低 继续充当这疑问哥的角色 吃得下吗 宋沃尘特意给我 订得这么大的蛋糕 浪费的话有些不太好意思 我休懒得抿了抿唇 声音更小了 我吃不下这么大的 哥哥 会账 洛书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宋沃尘 你他妈敢碰他 点燃21的数字蜡烛 许愿 他和尚自己随身带的打火机 扔在桌子上 我能做到的 都会帮你实现 餐厅内不知何时播放起 Falling You的INSP 摇曳的烛火印尽男人的眼里 望向我的目光认真且温和 诚恳地扮演着宋沃尘排神灯 我转了转被酒精呼住的脑子 双手合十 闭上眼 第一个愿望 希望尽快和20岁苦难的自己和解 不再去在每个深夜复盘时 责怪自己 当时为什么不够理智和勇敢 接受并原谅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的自己 我永远记得 从一本心理书上看来的一句话 永远不要没话 你当时未选择的那条路 第二个愿望 我睁开眼 音乐刚好播放到高潮阶段 我忽然扑进了宋沃尘怀里抱住他 抬起头 对上他意义生辉的眼睛 希望宋沃尘的所有愿望 可以梦想成真 感谢你 在我生日这天 牵住我的手 先我一步披荆斩棘 逆行于黑夜 带我走到黎明下 我从来不知道 我喝醉后思绪明明一片江湖 但走路说话都比平时还要正常 回到家时已经将近凌晨十二点 江望却还在门口站着 手里提着蛋糕 走近还能感觉到 男生身上携带的寒气 似乎站了很久 洛书生日快乐 他张了张嘴 半天才见色出声 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 我如果知道 无论如何不会动手的 我有些费解 不由地发出灵魂拷问 你的意思是 如果知道是我生日 拿烟头烫我的行为 会推迟到第二天再进行什么 江望神情挥败 他似乎想解释什么 又无法反驳我的话 半晌 他垂着眼 态度服软 要怎么做 你才可以原谅我 说着 他敲出根烟点上 不假思索地 往自己胳膊上 烫了两个疤痕 江望紧咬着牙 一声不吭 肩膀疼到打颤 他却只是执拗地看着我 这样可以吗 江望神情罕见了既然 在不见往常 解药嚣张的影子 洛书 你不能这样把我的路堵死 我要一个补偿悔过的机会 听不懂斯密达 脑子跟不上频道 我的关注点偏移了很多 所以 你会把自己烫成蜂窝眉吗 江望理解错意思 我可以 只要你能原谅我 给我一个重新追你的机会 旁观许久的宋沃晨 终于耗尽耐心 轻抬了下眉 戏谑的笑了笑 小朋友 他未婚夫还在这 怎么还 故意装瞎呢 我被宋沃晨声音 转移了注意力 走过去 牵住宋沃晨的手 不满的责怪 你怎么不跟紧我 这么晚了 你自己一个人走不怕遇到变态吗 我指的下江望 作为例子 就像他 大半夜站在冷风里 拿烟头烫自己 然后抖得像个癫痫 有点可怕 宋沃晨倾笑出了声 了无意味地扫了江望一眼 反握住我的手 那带你未婚夫回家 我点点头 一米六七的我牵着 一米八七 没有安全感的宋沃晨回家 江望眼神暗了暗 在和我擦劲过时 沉申开口 洛书 你知道我的 我认定的人 没那么轻易放手 宋沃晨脚步未停 身影慵懒随性 你可以试试 次日酒醒后 我的第一件事 不是焦虑将望 而是为 昨晚我居然亲了宋沃晨而崩溃 我回忆起 昨晚中二又无厘头地 扑进宋沃晨怀里的场景 发疯般垂着被子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简直大到天灵盖发麻 我又要开始内耗了 昨晚在我说完那句话后 宋沃晨许久才会抱住我 似乎有些无可奈何 目前唯一的愿望 就是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才会喜欢上我 我搂住她的脖子 学着她的样子 在她耳朵上亲了一下 从现在开始 我抓狂地将自己填进被子里 像个陀螺一样来回翻滚 并打算正式给自己更名 上头节 我花了两个小时麻木地接受后 才洗漱出了房间 客厅里 洛西背对着我 欣赏着窗外的阴雨天 你现在很得意吧 永远都是这样 我如果不争取 永远都是被抛下的那个 所有人都最喜欢你 宋沃晨 江旺 宋阿姨 还有妈妈 我在听到最后两个字时 神情再次冷了下来 我走到她面前 扬起手 但盯着她红肿 却依旧倔强的脸 我已经找不到下手地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妈妈没有生过你 我冷静到了默然的地步 洛西 明明是你先放弃妈妈的 你15岁被发现早恋 妈妈不允许你跟那个 早就辍学的不良混混再来吗 你还是背着妈妈 偷偷跟她见面 那个混混说 如果你妈死了就好了 你说什么还记得吗 洛西顿了好几秒 才回忆起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与此时窗外的阴沉乌云 莫名失配 我盯着她 不放过她一丝懊悔的神情 你说 那能怎么办 她又死不了 我总不能掐死她吧 那天 外面霍儿亮起一道闪电 妈妈去找你的时候听到了 哄 震耳欲聋的雷声紧随其后 洛西打了个寒颤 她摇着头 喃喃道 我是无心的 我没有真的这么希望 我当时 我最终没忍住 还是扇了她一耳光 闭嘴 你的解释 还是留到以后 去下面跟妈妈亲自说 洛西被江望抛弃后 爸爸担心这件事 传出去影响她嫁人 立即随便挑了一家 早已落败的 Old Mommy联姻 把洛西嫁了过去 大学没毕业 洛西就被婆家设计出轨他人 拿着当场桌奸的证据 逼迫她留下所有嫁妆 净身出户离婚 成了圈子里最大的笑话 在我和宋沃晨订婚前夕 她来学校接我的放学时 刚好撞上江望 在校外纠缠我的一幕 她讥笑地勾了下唇 正准备过来扯开江望 却被我那个直系学长 抢先一步 她依旧记得 江望那天在KTV 给她带来的阴影 江望紧绷着神情 矛头对准学长 声音危险 你他妈活腻歪了 上次没警告到你是吧 学长吞咽了一番 还是毅然决然地 挡在我面前 洛书不喜欢你 你别再来纠缠他了 关他妈你屁事 江望刚扔起拳头 就被人从身后踹了一脚 跌倒在地 宋陌晨踩着他的小腿 来回碾压 要笑不笑道 我说 都成落水狗了 还狂呢 江望怒不可遏 还想说什么 就被宋陌晨的保镖 轻车数路架走了 学长看懵了 礼貌询问 这位是 我想起还没和宋陌晨 正式订婚 便说我男朋友 学长阿丽生 难掩失望 气美地叹了一口气 我本以为 你不喜欢江望 我就有机会了 没想到 我依旧是你人生中的路人甲呀 我弯了弯唇 摇头否定 不是啊 学长 你对我来说 不是无关紧要的人 我会一直记得 在我被所有人造谣排挤的时候 你没有被戴上有色眼镜 坚信我不是那种人 纯真勇敢的少年 永远是我人生中 明媚灿烂的风景里的一部分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祝你和你男朋友幸福 我就 先不打扰你们了 他摆了摆手 转身离开 我还没来得及感慨 身后就传来悠悠声音 你对我来说 不是无关紧要的人 我一脸省略号 宋沃尘斯文有礼的微笑 道歉 不是故意破坏你们气氛的 说着他抬手看了眼表 我只是问一下我女朋友 可以跟我去吃饭了吗 当然 他颇为善解人意的 如果还没看够学长的背影 我可以再等一等 我深吸一口气 正准备解释 又抖篮停下 态度180度大转弯 煞有骑士地点了点头 顺着他的话 好的 哥哥你真贴心 我打算再看一会儿 宋沃尘气笑了 单手还住我的腰 把我抱离地面 扔进了几步之外的车后座里 我轻撕一声 单腿踩在座椅上 捂住脚踝 装作吃痛的样子 宋沃尘刚还隐隐透着利器的神情 立刻正经起来 怎么了 我弄痛你了吗 男人低身坐进来 关上车门 伸手抬起我的脚踝检查 我猝不及防地靠近 亲了下他的侧脸 然后抿了抿唇 怎么酸酸的 哥哥 你猝撒脸上了吗 宋沃尘没动 只副石青石重地揉捏着我脚踝 那你是什么 我没察觉不对 晃着小腿回答 我是香香的 宋沃尘笑了笑 是吗 我尝尝 尝什么呀 宋沃尘抬起我的脚踝 架在他肩膀上 裙子滑至大腿处 偏头在我小腿上落下一个吻 我惊恶地注视着他 说不出一句话 宋沃尘风轻云淡地评价 没尝出来 换个地方 吻逐渐上移 我看看回神 立刻去捂住裙子反抗 宋沃尘 这周围都是人 他终于不紧不慢地放开我 他们 不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吗 好斤斤计较 宋沃尘一口醋吃了一整天 回到家宋阿姨就拉着我扯八卦 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 我还没说话 宋沃尘就缓缓插嘴 总不会是无关紧要的人 我一脸省略号 宋阿姨奇怪地看了 他这平时话少淡漠的儿子一眼 没搭理他 拉着我继续聊 傍晚 宋阿姨见宋沃尘很晚才从书房出来 不由得的关心 今天忙到这么晚 宋沃尘摁了一声 端着杯子浅戳一口水 处理些无关紧要的事 宋阿姨总算察觉不对 骂道 你神经病吧 说个话阴阳怪气的 我沉沉呼出一口气 将宋沃尘拉进房间 你到底 要怎么样才能 不生气 宋沃尘还没回答 就被一个陌生电话打断 我看了眼本似的 没多想接起 洛书 我是江旺 完了 我立刻看向宋沃尘 果然 他暴毙懒散地靠在门上 唇边聊起凉意十足的笑 我还没来得及挂断电话 对面再度出声 宋沃尘联合我那个私生子弟弟 搞走了我在江市所有的股份 他自嘲地笑了笑 我现在基本上等于被赶出江家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屋内温度都骤然向了几分 是你自找的 我竭力划清界限 江旺难得平和 我只是想问 如果我还有机会夺回江市 你还会不会考虑我 宋沃尘轻笑了声 开口 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觉得你还有机会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拿出自己手机 播出另一个号 妈 把你哥哥连夜扔到利比亚冲军 今晚我看不到他上飞机的消息 合作中止 明白了吗 宋沃尘关上手机 我当即抱住他的腰 你生气得好没道理啊 我早就跟江旺没有联系了 男人垂眼看着我的头顶 冷省一省 这还不是因为 我女朋友到现在还没说过喜欢吗 年纪上来了 市场不好 难免没有安全感 体谅一下 我蹭的抬起头 原来 我到现在还没告过白吗 印象里 我怎么记得我说过呀 而且还说过很多次 啊 是宋沃尘说过很多次 气混了 但那天 宋沃尘被一个临时 需要出差到临时的会议叫走 还是没来得及听我说 一直到周末傍晚才下飞机 那天也刚好是宋沃尘生日 我在我和宋沃尘的小别墅里 不止装饰了一整天 唯一意外是 我学了好几天 终于做出了成型的蛋糕 却不小心打翻了 宋沃尘回来时 我正蹲在翻在地板上的蛋糕前 崩溃哭着 再早回来三分钟 就能看到还没毁容的他了 所有惊喜在此刻覆灭 宋沃尘在他生日这天 还要反过来安慰我 不哭 下次再做 今天先做点别的 哦 也没有安慰到正经点上 我被抱在宋沃尘身上 后背抵在落地窗上 忽然想起最重要的是 我抱住他的脖子 看着他晃动了眼睛 断断续续 补上迟来的告白 宋沃尘 我喜欢你 只喜欢你 不是 你先等一下 我有些受不住 去推他的胳膊 男人黑眸沉沉 是理智崩塌的前兆 继续说 我平复着呼吸 靠近轻轻地吻了下他的唇 最最最最最喜欢你 全文完